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内蒙古天类阿强 今天媳妇馋肘子了 想吃一个虎皮肘子 于是我打算去我们附近的小超市 去买一个肘子 结果路上碰到一个60岁的妙龄少女 好我长得帅 并且非要送我一个肘子 然后并且要走了我的微信 不过我当时就笑了 因为我笑起来更好看 OK咱们的设备到位 先给它简单处理一下 咱们先拿这个火枪给它烧一下 可以去除它的杂毛和皮腥味 然后拿钢丝球 咱们把这个给它清洗一下 咱们给它冷水下锅来点料酒 OK抽差不多 咱们把这个桶子给它捞出 接下来咱们用这个扎肉神器 给它扎一下眼 这是容嬷嬷一生越境人世繁华 依然无法到达的神兵力气 超级扎肉神器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油 为了防止不被溅伤 油温两成热左右 我就先把这个肘子给它烫到里边了 然后嬷嬷地把盖盖上 炸差不多 咱们把这个给它捞出 咱们拿捞水给它泡上20分钟 咱们把葱给它切成小片 咱们把姜切成小片 然后咱们再来点干辣椒 咱们把泡好的肘子给放到里边 这虎皮泡得也是马马虎虎啊 就出来一点点 然后咱们把葱姜蒜 这给它放里边 然后来块八角 来点生抽 来点老抽 然后来点红油 搁盖盐 来点花椒粉 OK 接下来默默的等待 然后来点香油 再上一点点葱花 来点蚝油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醋 上点辣椒油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 来来来尝一口尝一口 哇天 炖的有点大劲儿了 炖的稀烂 这些骨头直接一抽就掉了 嗯 哇天这味道单 真绝了 嗯 哇呀真太好吃了 非常吃入味啊 咱们来蘸点咱们这个蘸料啊 这粥子已经相当的软烂了 我开始准备的刀啊 后来发现有点多余了 好吧还是用刀吧 哇 把这个 给蘸一下我这个秘质小六 哇 哇 真的超级满足 啊咱们再来一块 来一块这个肥瘦相见的 哇 哇 Q弹的表皮虾 哇 哇 哇 就是这种焦嫩的瘦肉 哇 然后咱们把这个瘦肉也放到里边 蘸上我这个秘质蘸料 最佳的 哇 再来瘦肉 哇 再来一块 再来一块这肘子 哇 真的太软了 哇 这瘦肉非常入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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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口真是太贵了 好吃不过贴骨肉啊 骨头上的肉好吃 吃肉不吃蒜 才会少一半 还剩一块 来点烂盐菜 吃肉 切骨 太吃肉了 切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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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今天太过瘾了 就是把这些直接倒上去 然后给里边再浇点乳汁 再点出一点烂盐菜 这肘子鸡太有人了 就像这一样的骨骨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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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酷 有酷 很酷 很酷 有酷 很酷 很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酷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